开局时选一 该选哪一条路比较好呢 且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选择传送门啊 直接一下就能上去了 过来 钥匙呢 提示在流沙 我去 怎么还需要找钥匙啊 我就说嘛 这可是坑人跑酷 作者怎么可能让我们这么容易过去 一如还是让我带你躺赢通关吧 这边第二关是仙人掌 就这儿 看我只需要摆动飘移的身姿 就能完美过去 好家伙 前面怎么还需要钥匙啊 这下不得瑟了吧 多谢你刚刚提醒我 不好意思 我先开门走咯 我去 小兔子 你觉得还挺快 下一关是让我没好好爬 哎 这后面不就有个箱子吗 钥匙给我拿来搬你 然后看我直接坐着流浪金山 网上冲就完了 糟糕 怎么还有空气方块啊 哎呀 这怎么回事啊 哎呀 小米 你到底行不行啊 刚刚那是一位 咦 人不行就不要怪路不平 一会儿敢不敢比一比 水先到终点呢 输的人给赢的人洗一个月的臭袜子 怎么样 哼 比就比 谁怕谁 我小米可是跑步大神 这边看我直接用弓箭 摄入按钮往前冲就完了 这电路方块看我想怎么跳就怎么跳 就逗色吧你 经过不让须眉 等一下看我怎么好好地给你上一课的 那就走着瞧咯 神鱼的跑酷也不怕 看我吃上烤鸡一口气冲过去 嘿嘿 这下打脸了吧 我 我这是故意狗带的 主要是想拿一下旁边箱子里的钥匙 哎 这旁边好像还有空气方块 嘿嘿 臭神鱼 咬不到我就是你气不气 下一关堂皇看我呜呼起飞 然后新掉水立方的关卡 直接给大家表演一个完美落水 好了 糟糕 下面怎么还有虚空啊 这就叫做人狂必有祸 你是蜂油精转世吗 这么会说风凉话 偶叶 轻松落水 下一关全是地毯 看我回手掏 很想骗我再回来 门都没有 不好意思 我先走咯 前面怎么还有虚空 崩溃了 我真的崩溃了 臭小迷 还是让你看解的吧 咦 就你那猜的抠角的技术 我看还是算了吧 好家伙 楼梯还有换现方块 不过看我走两个方块中间 不就能轻松过去了 最后一关很多人都过不去的 起 那今天我就好好的给作者上一课 根据我玩坑图多年的经验 只要夸作者非常好 就就就 起 我看你就那原地去世还差不多 再接着来 让我看看提示后面对不对 我来 好吧 居然也不对 哼 莫非是在眼睛下面 好家伙 这下面怎么像迷宫一样 哎呀 小迷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我命由我不由天 看我豁出去了 可恶 这也太难了吧 伙伴 你们知道怎么才能过去吗 在线等 挺极大